在西灯前很多的网民都到了我们NTV7华语新闻的脸书专页来留言 为我们的新闻团队送上祝福 网民感谢台节目后所有工作人员一直以来的付出和努力 当然有人觉得非常可惜 但是希望团队只是休息一段时间 再以全新的姿态和全马的观众见面 而也有人提到说 依稀记得那些年和爸爸一起看新闻的时光 收看NTV7华语新闻就像是怀念和爸爸在一起的其中一个方式 也有网民分享自己每一次都会和妈妈在准备晚餐的时候收看新闻 相信以后会很想念收看NTV7华语新闻的那段日子 也有民众感谢NTV7华语新闻21年走过的路 开创马来西亚华语新闻的新模式 也有人说相信这只是短暂的离别 期待团队再度回归 还有网民说NTV7华语新闻团队是最棒的 他也看到团队不断努力将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希望七台大家庭可以继续的加油 但是也有网民很舍不得NTV7华语新闻认为不应该熄灯 因为还有很多人想看五点钟的新闻 另外还有网民说每一本书都会有最后一页 希望下一本书的故事会更精彩 也有人认为我们送上鼓励 留言说呢 雨后有彩虹 黑夜后有阳光 希望之后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加油 网民也希望可以在八度空间继续的看到所有七台的主播 也感谢NTV7华语新闻过去的陪伴 尤其是增设脸书投票环节 这是很好的体验 毕竟很少在其他本地的新闻平台上看到这种互动模式 而网民也称赞所有七台前线记者的出色表现 基于世界上的限制我们只能念出部分观众的留言 最后呢我们由衷感谢所有在过去参与脸书投票环节的观众朋友 感谢大家的祝福 我们明聚于心 好此时此刻NTV7华语新闻进入倒数 不过明天起我们的新闻团队将和华语新闻总和 晚间八点为您带来一小时新闻 1999年起播至今走过21年的岁月 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团队 也要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 NTV7华语新闻西灯前 一起回顾本台曾经报道的新闻事件 我是林思廷 我是杜文杰 我们后会有期 再会 事件不是林思廷 我是杜文杰 后会有期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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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